我叫黄氏 我叫黄氏龙 因为战争与乱世 青年时便背井离乡 而生活的落魄与磨难 让他更名改姓 远走他乡 我爸爸是逃乱 要饭 不想人家知道他姓房 而在动乱的局势中 房道龙结识了之后的妻子 也就是成龙的母亲陈莉莉 两人一路辗转最后定属香港 之后也拥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陈岗生 这就是成龙出生时的名字 由始至终我经常觉得 我是爸爸的独生仔 慢慢慢慢就是暴露出来 应该有多两个家姐 应该有一口气 也有两个狗狗 局势安定之后 能够回到老家 找回自己的两个儿子 一直以来都是房老爷子心中 最深的牵挂 终于在1982年 房道龙再次回到他的家乡 安徽五湖的房桥村 见到了自己的两个 幼时分离 暮年才能相见的儿子 回到安徽五湖结婚 大孩子是八岁 大概那个小弟两岁 再次回到互乡的房老爷子 不仅重新与家人团聚 还恢复了他在房氏一族的 最高辈粉的地位 他初前重修了祠堂族谱 并将成龙的真名房氏龙 写进了祖谱中 房氏一族终于再次血脑相连 之后的几年间 房老爷子经常回乡探望 可是没有一次看到爱子成龙 陪伴在旁的身影 这一幕不禁让外界传言纷纷 一直以来 成龙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消息 并不会外界所知 直到2008年2月房老爷子去世时 房氏德房氏圣兄弟才向社会公开披露 隐藏多年的身世 两人还通过媒体向成龙喊话 希望能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然而对于当时这看似突然冒出来的兄弟 成龙始终拒绝回应 此后在房老爷子澳洲举办的葬礼上 媒体只看到了成龙和房祖民父子的身影 传说中的房氏兄弟并没有如愿来到现场 是不愿认亲是碍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种种质疑扑面而来 而另一方是想攀附全亲 借成龙扬名的责问也在向前传开 如今伴随着成龙的回乡祭祖 任祖徽宗一切的疑问终已落定 与素未谋面但血浓于水的兄弟相见 也让外界的质疑都变得烟消云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